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细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问你一下 你在写程序的时候遇到错误 遇到错误 对 咱们在写程序的时候都遇到过错误 所以有的人说程序是通过错误调出来的 对吧 咱们在写代码的时候 不光要记住代码要写的简单易懂 对不对 代码要优美 那么也要尽量避免所有的错误的发生 对吧 所以调错的能力也属于程序而开发的一种能力 所以咱们一定要记住几种的调试方法 对吧 想调试的话 咱们就得看错误报告才能调试 对不对 所以这节课咱们就看一下 错误报告以及它的级别的一些设置 好吧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咱们程序的时候 一般经常写程序的时候发生的几种错误 比如说第一种语法错误 什么是语法错误呢 就是你对语法不熟悉 对吧 语言规定你该这么做 结果你没这么做 没按他的语言规定来犯的错误 对吧 这样的错误是必须得调的 因为你不按语法规则去写程序 是运行通过的 对吧 比如说你忘记写单号了 程序能过吗 不能 不能过 对吧 这就是语法级别的错误 这种错误是最好调的 因为它通不过 就会给你一个错误报告 对不对 你根据错误报告 你就知道在哪个文件的哪行 发生了这个错误 对不对 然后我们把它改成过来 继续重新运行 那么就可以通过了 对吧 还有一种是什么 运行时的错误 什么是运行时错误 不是那么太明显的错误 就不是语法上发生的 对吧 也算是语法上的 但是它不会将整个PP停止运行 只是运行时这部分代码 发生的错误 然后给你一些警告的信息 比如说咱们再使用一些头函数 前边你做了输出 因为头还是前面是不允许输出的 对不对 然后你且输出了 当运行到招法的时候 那会影响到脚本的部分功能 比如说头设置不成功 但其他可以继续运行 对 这种错误呢 咱们也是容易改的 因为也会有错误报告级别提示我们 对吧 那再有一种错误就是逻辑错误 这种错误是最麻烦的 就是业务流程不对 对 逻辑上发生错误了 比如说明明是需求分析书 要你什么歪一个景 对不对 但是你把图纸看反了 对不对 盖个烟囱 那就不对了 对不对 这就是逻辑上发生错误 这种错误呢 一般是不会提示的 对吧 比如说咱们程序里边经常发生判断 记不记得前面当学过什么判断 周算相等之类的 是不是有两个等号 对 如果你写判断相等 剩下一个等号了 一个等号也是预算不让 对 程序是不会出错的 对不对 但是这样错误你很难发现 预定结果跟你想象的是不一样 对吧 所以一定要把这些错误都排除 才能有一个非常合格的程序 知道吗 咱写程序不光是给电脑写的程序 其实写程序最主要是给人写的 对吧 代码可重新要好 那错误呢 也不要发生才可以 那我们再看一下 什么是错误级别 对不对 对吧 就是错误的重要性 那级别一共有这么多 那看起来说 这也太多了 对不对 不太好记 其实呢 重要的就是三种最主要的级别 三种级别 对 对 这里边可以分成三大类 嗯 对吧 对吧 这个呢就是一个警告 这个是解析的错误 这个呢是一个注意 这代码的错误 代码的警告 代码的错误 对吧 就是编译的错误 编译的警告 用户的错误 用户警告 用户注意对不对 脚本错误 所有的错误 对吧 那这里边你看分别 三大类是哪三大类 一种是注意级别 对 一种是警告级别 另外一种是严重错误级别 不管是用户访问时会发生这三种的 还是编译的时候也有可能会发生这三种 对不对 或者是运行的时候也有可能发生这三种 对吧 所以这里边是这么分的 那这三种级别 三种大的级别有什么区别呢 比如说注意 注意就相当于你不小心摔了摔跤了 对不对 然后手破了点皮 会强小你的生产生活吗 是不是一点不影响 完全可以忽略的 对不对 那程序呢 比如说你一个变量 如果没有声明继续使用 那咱们前面一直这么做 不受影响吧 对不对 但是程序会给我们出现一个注意的提示 对吧 那我们觉得这个完全就是可以忽略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那一级别不要的输出 总告诉我说变量没生病了对不对 因为这个就破了点皮对不对 没有必要对不对 那警告级别是什么呢 警告 突然警告的一个错误 部分功能会失效 一点点功能会失效 但是整个程序不会怎么办 不会影响 比如说我们还是睡觉受伤了 对不对 骨折了 手指骨折 假如说对不对 一个警告 那有可能你手指你不能动 对不对 但是我这个手是不是还可以工作 对不对 还可以写字之类的 是不是大部分功能没有受影响了 对不对 所以警告级别 一般的咱们也得排除一下 不排除的话部分功能不好用 但是他不是致命的 对吧 错误严重的错误级别是什么级别 比如说你还是摔跤了 对不对 把脑子摔丢了 对吧 那如果你头都不在了的话 是不是就致命的错误 人就over了 对吧 所以这种级别是非常严重的 必须得怎么的排除掉 对吧 所以我们在平时开发的时候 你只要注意警告的级别和错误的级别 那他报告就可以了 一般注意的级别是怎么的 尽量不用去报告 因为那是完全不影响的 但是如果你尽量按潮行完全符合预法规则 那注意上也可以调整 对吧 但是好多人觉得这个还不太重要 总调解还比较麻烦 所以好多人就忽略了注意的级别 完全没问题 我平时写程序也完全忽略了注意的级别 那既然说到这么多级别 那这些级别就是你想让程序发生哪个错误 提示你什么级别 你就可以设置这个级别输出 听着吧 你可以全部设置 也可以设置部分 听着吧 那咱们去看一下 如何设置这个错误级别 好吧 那比如说我现在程序里边把三种级别给我们模拟出来 对吧 然后我们分别做报告设置 哪种提示 哪种不提示 好吧 比如说 假如说我们先来一个注意的一个级别 对不对 比如说 我随便写的一个函数 比如gettyp一个类型得多类型 传一个参数a 我想看参数为什么类型的 对吧 但是这个参数a 想象一下我声明这个变量了吗 没有什么变量 那它就是一个注意的级别 对吧 然后我这块输出 一行一说明什么 如果发生这个问题 我程序如果输出一说明可以正常运行 对吧 那我这块再写一个 还是同样的函数typ 我不传参数 那它明明需要一个必传的参数 如果你不传就是一个警告 对吧 而这种警告呢 如果我不解决的话 是不是怎么的 他这个函数想处理这就包实了 这个在包实对不对 那会不会程序往下走呢 如果程序能输出这一行二 说明什么 没有 对说明我们也没有用程序 只不过这个级别上 错不够包实了 对不对 然后我再 执行一个三 比如说随便写一个 这个还是有吗 没有这个函数 那么你写是不是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对不对 那错误发生了 就必须解决掉 不然的话程序在并行的话 那么问题就非常多了 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级别就必须得调 那我们运行一下这个程序 看一下三种报告都是什么样的 其实前面咱们在写程序的时候也见过 来我们看一下 pst.peerp 好 好我们看一下 看到了吧 对 第一个 notice 英文单词就是注意的意思 对不对 告诉我们没有定义变量A 对吧 那这种注意是否完全可以忽略掉了 是 这个是警告的级别 告诉我们这话缺少了一个参数 对不对 必须得给一个 但是我们程序输一输上 输出了 是可以运行的 第三种是不是严重的错误 对不对 掉了一个不存在的方法 是不是这个报告 这三个都是报告错误报告 都提示给我了 对不对 但是第三个报告发生的时候 下边输出那张三输出了吗 没有 就是致命的错误 对 遇到这种致命的错误 代码就不往下走了 对吧 所以这就是错误级别 那现在咱说了大致上是分这三大类的 对不对 其他像编译的错误或什么错误 那些呢 咱们平时怎么的很难遇到 对不对 所以那就以第三种为主 那第三种级别 我想怎么的 比如说我注意如果我不想使用 我怎么去改呢 对吧 对 你看一下我们怎么弄 这块 第一种办法可以在配置文件里修改 对 怎么在配置文件修改 就是 哦 我是这个地方 找到我们的 peerp的配置文件 peerp.i 看到这个了吗 然后我们在这里边搜索一下 EROR错误 下边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跟显示 Display显示错误这块 说明有关的对不对 对 看这是错误的一些对 对 最大的注册等等 我搜索一下 嗯 嗯 嗯 re p 嗯 错误的 re p or 错误报告 好 看到搜到这个 看到这个知道吗 错误报告 他提示的就是哪个级别 能看到的 是不是这个级别 对吧 对应的错误值是6143 是不是所有错误 警告和注意的所有信息都提示给我们了 对不对 就是提示全部的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纸改掉 你可以指定上面这些任你一个级别 比如说我这块如果指定你在改之前最好怎么办 对吧 把这个很重心 复制一下 看到了 然后把上面这个对注释一下 然后改一下 这样我们可以调回去 对不对 比如说错误报告 你可以想指定 比如说我就想处理警告 对不对 那你直接上去写上 W-A-R-N-I-N-G 是不是就可以了 如果我就想输出严重的错误 就是EROR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不对 然后比如说我就想输出注意 N-O-T-I-C-E 对不对 那我想就想输出注意 并且和警告E下方线 ER 那是什么是 W-A-R-N-I-N-G 是不是这个 载并且输出错误 下方线EROR 对不对 刚才能说了 咱们要设计什么 除了注意 其他的都显示 对不对 不然的话 程序总出现注意这种错误报告 对吧 我们可以这么写 E下方线AR 是所有的错误都提示 对不对 并且用 这个符号 一过这个 怎么的 除了 它是除了的意思 除了E下方线 N-O-T-I-C-E 对不对 所有错误并且除了注意 好 我们 在这儿吧 改配置文件之后 我们就需要干嘛 重启下阿发器 阿发器服务 重启服务 好 看一下这块 一会变绿就飞了 好 变过来 重新启动之后 我们再并行一下 咱说了 所有的注意 但是所有的错误报告级别的提示 但是除了注意 你看一下 注意的级别 还有吗 没有了 注意的级别现在是最消失了 这就是我们在设置错误报告级别 所以我们在写成员的时候 你要先了解错误报告级别和这是错误报告级别 对吧 这是写在配置文件里的 如果我们在用的是别人的一些空间 对不对 我们自己改不了配置文件 那怎么办 怎么办 对 我们就需要在自己的脚本里去干 对不对 我还推荐大家在自己的脚本里去干 为什么是这样 比如说我写的一个项目 对不对 假如我在配置文件里边 这么除了注意的报告不提示我们 不给我们报告 那警告的错误都给我们报告 是这样的 那如果我项目 比如说考给妹子你这边 你那边提示的是所有的报告都提示 对吧 那我这里边忽略的注意在你呢 是不是全出来了 那你会觉得说高老师写的项目怎么到处都是注意 对不对 如果是一个新手的话 他觉得你程序没写好 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影响 对吧 所以说我们在配置文件刚才都说了 记住哪个属性了吗 是不是这个错误报告这个可以改 对不对 比如说我把它再改回去 刚才说了 这可以改 那这块 是不是就可以又改回来了 我们再重新启动一下 阿发7 A5 Restop 我们看一下 启动成功 它已经变成绿的对不对 好 启动成功了 那我现在这个错误报告怎么的 是不是又输出来了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在PP里改 但是在PP改的话 你需要在每个文件都改 当然它后期项目的话 会有包含一个全局的文件 在那里一改 所有的脚本都成效对不对 对 那在这里边改配这个念头 你只是当前脚本成效 真的吧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在PP里边 利用这个函数 什么呢 ERR5R 下方线REPORTNG 错误报告 在这里边写上这些成料 对吧 或者写错误那个值 E 下方线ARR 是不是提示所有错误 嗯 然后并且啊 除了什么 NOE 下方线 NOTICE 你看 是不是在这写啊 嗯 那这脚本一样可以成效 看懂了吧 对 这就是我们在设置错误报告 级别的时候 干嘛呀 我们可以在配证 你内改 也可以在哪啊 也可以在程序的脚本内改 推荐在P2P脚本内改 这样的话 别人环境跟你不一致的时候 错误报告 按这个脚本上面这一条 是不是为主啊 对不对 嗯 好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 跟大家介绍的内容 当然设置错误级别 咱们在课件里边也都有 大家如果想做设置的话 你可以看下课件的一些操作 对吧 课件里边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代码 好吧 好 我们回复一下这节课咱讲的内容 嗯 这节课咱就说了 程序怎么的 会有错误发生对不对 有错误发生的 咱们就得看错误报告去调试 对吧 所以错误报告也是有级别的 嗯 那你要分清楚级别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 对 然后呢会设置这些错误级别 对就可以了 嗯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咱们就介绍到这里 再见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员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